今天华裔兄弟是创业版开启的时候第一批上市的公司 其实是在文化产业里面的领头羊 这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个地位 文创产业实际上是非常难做的一个产业 而且今天全中国大大小小的都在学王中军 但是怎么学他这个产业 从一个小公司是怎么样长大的 在中间经过了哪些节点 克服了哪些困难 我觉得我特别想知道这样一个过程 你这个华裔兄弟的钢铁是如何练成的 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谈 我觉得也没有想到过说今天做一家所谓的电影王国也好 等等也好 它就是蛮随意的 不像今天的年轻人创业都是有一些VC 有很多的报告 做了很多的自己的愿景的策划 完了去融资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去拿钱去融资 你要想做什么 不管是你上街练个摊卖衣服 还是卖什么手表 还是倒来倒去 我就几乎都是自己想怎么干怎么干 钱你家里有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所以我的这个公司的股本金最早组建 就是兄弟之间的这种 现在叫募集资金 那时候家里也不懂这个词 就是说我想做个事 假如哥哥弟弟谁相信我 愿意出多少钱 大家组了一个公司 所以它的起步是非常简单的 我知道您的那个钱是兄弟两个出的 然后第一桶金也是通过中国银行 这样一个标识来赚的三四千万 然后后来拿三四千万 偶尔闯到电影公司 就是做电影这个事 人缺钱你 然后你拿去投去 然后在第三部电影的时候 才就是那冯小刚倒的 自己介入说话算数了 才可以 这是人所皆知的故事 就是说我想问 你在介入电影这样一个行业的时候 两部电影都不怎么赚钱 只有一部赚 那时候有没有说 我还不如做我原来的那个标识去 有吗 我进电影这个行业 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 你说你为什么拍了两部戏赔钱 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你为什么还觉得 你何必不干 原来那个呢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那时候没有主业 我觉得我干 中国银行那个事也是懵的 刚回国那几年创业呢 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办法 就是赚到了第一桶金 就是所谓创新吧 就是说做中国银行的这个 Signish 就是这个标志系统的统一标准化呀 那为那个事情 我其实学习了很多东西 就是像很多材料 其实国内都没有用 我像ROMAC版呀 什么雕刻机呀 铝素版呀 我也不是学建筑的 但我由于这个问题 我学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也跑美国去什么新泽西州 去看材料 订设备等等等等 当然那个是运气好 一炮成功了 不是看了好多标识吗 是看了很多标识 这个东西你不能行 形成不了主业 如果我要顺着那条路走下去 很有可能就是说 做一单两天 我赚了一笔钱 成了一个小的富翁 这个企业也就做不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它没有非常高级的 就是所谓的技术含量 就是我只是想在别人前面了 我一旦能做 完了就很多人可以学习你 你看看今天的所有中国的 任何一家银行 就几家大银行 全跟王正军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时候就有人学你吗 哎呀太多学的了 这个到我们公司来起个叫材料的 完了呢 当时那个时候咱们这个 因为这个国有钱 还都是有些关系色彩了 就说假设你做了中国银行 哎农业银行 人家有一个关系啊 说哎我也可以做这个啊 到我们这学习学习 把这个材料学会了 他就做了 我去把所有银行都涵盖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他没有太多的 技术上的这个门槛 所以我觉得也走不回去 干到什么样是什么样 可是那个时候啊 其实很多人是把前面 比较容易挣来的第一桶金啊 在第二个他并不懂的行业 你们赔的差不多了 他最辈子就完了 嗯嗯 你当时不后怕吗 这个也没什么后怕 反正也不是个有钱人 我觉得赔了再从头来呗 但是这个现在说的很轻松了 其实我说句实话 前世前来没想过 就没想过这钱会赔 我就觉得这个自己 一直挺有自信的 挺有信心的 我觉得这事儿 这个赔那个赚我最后 那时候也不太算账 不像今天一个上市公司 今年的这个revenue多少 销售额都大 利润多少 每年要为股东贡献 都大利益啊 每年你像我们上市这几年 连续每年35%的成长 对吧 公司市值这么高的PE 还保持住了在100亿市值左右的 这个上下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都是 都是后来学来的 我觉得往前推十几年 我完全不懂这些 所以也不懂 反而没有压力 也不知道企业必须要进步 只要能够生活很美好 我觉得就行了 拍电影呢 拍了三部之后 大概把你的钱 弄得剩下还剩多少 这总算过吧 没算过 也没算过 没算过 我也不知道账了多少钱 反正那个 那时候有正儿八经的财务吗 有啊 有财务 我从来没问过呀 我这个到今天 当然这个上市公司董事长 说这个话呢 不太合适 确实我都不太看财务报表 到今天为止 我对假设公司的总裁 和我们的CFO 依赖很大 我这个个人的性格呢 就是完全依赖团队 就我做所有事情 特别依赖团队 假设我拍电影 我非常依赖像冯小刚 这样的导演 非常依赖像陈国富 这样的监制 非常依赖像后来加入 跟华谊合作 像这个徐克呀 成龙啊 对吧 这个柳成泽呀 这些跟我合作 非常愉快的这些专业人才 那在财务上 我经常会问的一句话说 我们现在资金状况是什么样 其实人家只要回答一句说 老板你放心 不会资金这样有问题 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不会说 我们现在账上还有五个亿 还有八个亿 够不够我们运转 我问的没那么专业 我只是说我们这半年 我们的资金计划是什么样的 他告诉我 我们资金计划是什么样的 其实假设我们今天发了 六个亿的人民币的债 大概预期有 假设八个亿的流动资金贷款 我们今天一共有 十四个亿的资金准备 加上我们自己的现金流 说公司现金上财务 给我的回答 就是说 老板你放心 财务上不会掉链子 结果就是这样 你让我太了解 当时有多少钱 我真不知道 后来你觉得 电影这口井 可以深打下去 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个时候 公司的发展是什么样 就你在这个时候 还缺一些什么东西 你怎么补的 当然我觉得 最好的巧合 就是我们进入电影 第一年 几乎在业内 没人知道这个公司 知道王仲军 王仲磊 人以为这俩 是特别有钱的人 其实我们也不是 很有钱的人 但是呢 就是进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们是 一下做了三部戏 至于赔钱不赔钱 我觉得谁也没人关注你 使你说 鬼子来了赔多少钱 谁知道 那时候也不透明 也不像现在 我们哪个闲赔了 要披露 对吧 它也不是个上市公司 就是一个家庭公司 所以我赚不赚的 我赚到名声了 其实人有时候 为面子而活着 就是那时候 我赚到了很大的名声 特别满足 也没赔多少钱 说句实在的 要是如果真是说 三部戏 我把我的假设 三五千万都赔光了 那可能我早就不在了 对吧 因为确实赔的钱 估计也不干了 你想干也没有钱了嘛 对吧 就这样 那个三部戏 其实我加在一起 也没用多少钱 那个时候电影 都是 它你掺和点 它掺和点 我印象那个 金科斯天王 实际我真正的出的现金 出了七百多万 因为它还有董萍 那个戏是我跟董萍 拿的中国电影 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是1400万人民币 现金 是拿中国版权 完了还有一个日本人 日本人是大投资人 日本人拿的国际上 据说那个公司是拍倒闭了 拍这一个戏 确实是 这是真事 就是拍那部戏 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 但是我跟董萍 是做国内这1400万 你说赔 我也没记住赔多少 肯定是赔钱了 没赚点钱 那什么时候挣了大钱呢 在电影上 没赚过大钱 在电影上就没赚过大钱 从来没赚过大钱 你说这个 我觉得前几年 这个基本上 最早前几年 真是赔本赚要 就是给 赚的钱 都是给导演赚 片酬 给演员赚片酬 王仑军一算账 可能不赔就不错了 但是不算这个 我觉得可能这行业 当时就这样吧 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 我还觉得得来了 很多的荣誉呢 对吧 确实事实 这个跟朋友交流 我说的比较实际 虽然当时冯好刚的 片酬很低 假设是 60万块钱 这个 这是我是 和今天完全 这是哪年的事 60万 我说的是 98 99 做到2000年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 就是说你当 就是当董事长 那时候没有董事长 我看你们公司 那个时候 名称没有董事长 就是总经理 自己家还要什么董事长 对吧 而且我觉得还一个呢 我刚回来创业 说三十几岁 我自己给自己 印个名片 印了个执行董事 有些官已经很大了 那是不懂 还是怎么知道 就是知道 应该有个董事长 最大的官就是董事长 但是你说 30多岁 你给人递个名片 董事长 这不瞎扯吗 我就管我弟弟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我就订了个执行董事 这说实话 我弟弟也不是总经理 我弟弟当时的职务 是行政经理 就是我们俩 执行董事这个词 你是从哪学来的呢 也没人教我 那个 反过我知道执行董事呢 肯定是公司干活的 或者是这个 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个都无所谓了 其实是个符号而已 你叫什么名字 反正你在公司 说了算就完了呗 就是 其实有了所谓董事长这些 都是确实股份制以后 就你吸收了其他的人资金 有了股东 他就更标准化了 对吧 有监事会啊 董事会啊 你自己是该什么职务啊 甚至你的薪水 是要对其他的 你说那个时候 你领薪水和不领薪水 有多大区别 你是到哪年开始领薪水呢 我刚开始创业就有薪水 我给自己定的是800块钱 800块钱呢 我们员工里头呢 也都差不多吧 那时候几百块钱呗 嗯 再加上100多个明星 我觉得我的收 我的工资可能能排在 我这个是完全是胡说 没有调查 我想的应该是排在100名以外去 就是这个水平 嗯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说你在这个电影里面 一门心思 那个钻下去 钻了五年以后 是个什么样 那个时候引进了股东吗 我是05年才有股东的 05年 那就 2000年有过一次股东 但那个股东是完全不正规的 是我骑马的一个这个马友 或者是开车的一个这个 就是开车的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是比较爱娱乐 就是这个超前消费比较厉害 赚多少花多少这么一个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什么 没赚几个钱 其实按理想我的资金实力 是不应该开法拉利的 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开法拉利 就是有那么一个巧合 有一个做房地产的一个老板 也是北京人 我觉得性格也比较好 我们俩就随便一谈 完全不懂得自己的公司怎么坐下 我一把卖给人了50% 就说那咱俩合作五五分账 就是五五吧 你没跟你弟弟商量吗 他也是股东 他也不懂 我觉得他还不如我懂 虽然我不懂 但是我胆着他 我就说这样吧 我们大概算了算账 我们公司里头投 在电影电视剧上 一共压了这么多钱 就完全是现金对着 人家投这么多钱 就占了我50% 如果按今天这50% 将近50个亿呢 所以就说 所以这个历史呢 就不用去想 要如果今天我也懂得PE啦 公司作价呀 融资啊 溢价呀 这些我完全完全不懂 我觉得现在谁投你公司 你肯定不会原价卖给他 对吧 就是我想的 这个 所以我就想的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他真进来了 他进来了 当了我好几年股东的 当了我四年股东的 那怎么把他弄出去的 也没有弄出去了 我觉得就是我后来是略懂了一点 他还是不太懂 就是说也是在他资金比较紧张 就我这个朋友后来做生意做的 当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合适 其实小伙子人非常好 比如小两小三岁 当时你想进公司的时候 我们俩都是个很年轻的人 对吧 往前一推推12年 就是40岁都不到嘛 对吧 都是30多岁的人 在这一块一拍即合 他拿了4700万现金 我印象这个数字我是记得住 就50%的股价 所以按说我们公司当时坐价 就不到一个亿 其实按今天的坐价 我怎么会坐价10个亿 这是最起码的 对吧 这个买了 但是他退出的时候 也非常巧合 在中间我是学习了一些东西 我开始觉得 我的公司俩人都50% 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不合理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 最后在矛盾出现的时候 谁说算 在这个时候 我就动心思要买回5%来 买5%我就跟他谈 那人家也是非常大方 对吧 第一说你还买什么 这意思我当时 这个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意思 这50%就觉得不是太合理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 那他也没说 也 完了当然他有一个诉求 这个诉求呢 就说那中间呢 咱俩合作一段 我觉得这个行业挺好玩 你看要不 你要说你拿回去5%可以 我能不能自己干个影视公司 就是这么回事 就特别的巧合 他人家觉得 不愿站在幕后了 说王中军 王中雷挺风光 我也愿在第一线来 我觉得这买的挺好干 就跟我说 我能不能也干一个 就是后来的那个泰河 叫泰河 什么什么 后来做过泰河卖田 他呢其实有这个诉求 那这个诉求 按理讲股东是不允许的 那我们俩是合伙人 我干这个 你也干这不咱俩成竞争对手了吗 所以他这里头呢 是觉得是有一定的 不符合行规的 但是他就拿出5%让给我 这算是面子 说你不用花钱了 对吧 就是给我一个权利 我呢 去可以做一家泰河影视 你呢 这个公司你继续干 我继续当股东 但我退5% 你变成55的股东 我成45的股东 就是你说了算了 我也不参与了 就这么一个过程 我就变成了大股东 完了变成大股东呢 又在也就是几个月之后 我觉得他可能 咱就是做企业 总有资金紧张的时候 他是资金非常紧张 他做那个公司 或者做自己的主业买卖 他可能资金上有缺口 就我们俩又坐在一起谈 谈呢 就给我开了个价 就是按生意了 就是开了个价 说我帮我投了你4000多万 对吧 这个 我呢 现在咱俩别挂在一起了 因为我也干这好 干脆你把那45 给我买走得了 就是那肯定不会 我给他4000万 他就买走啊 开了个价 我觉得在这说这个价 可能不太合适 反正也不是太高 也不太低 大概赚几千万的利润 赚几千万的利润呢 一倍 假设就是一倍吧 就是这意思 说中军你给我假设举例 这个是不是准确数 我不知道 就是你给我8000万 我就走了 就是那个 你就玩你的花兄弟 你自己玩 这多好啊 你这兄弟俩自己玩 我说没问题啊 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你也有那么多钱吗 借呗 对吧 我觉得这个钱 我还真是借的 那个 我觉得呢 那个 第一呢 我这时候已经懂了 我如果不懂 我也没这个魄力 再花8000万把这股权买回来 你跟谁学的 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 我的朋友太多了 刘二飞啊 这个 那个时候你就跟刘二飞认识 我跟二飞都很熟了 二飞啊 朱云来啊 我觉得这俩人呢 是我在金融知识上的启蒙老师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特别认真的教育我 看来我是个可遇之才 就是说人家不收任何钱 就是爱约着跟你谈 就是要给你上课 我说行 那就反正无常的呗 约着我 约着我 大约上了多少次课的样子 每个人都 要说不认真的 就是瞎聊天啊 吃饭啊 喝咖啡啊 都算上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还挺长的 但是认真的给我做 假设我记得在国际俱乐部 朱云来拿张纸 给我画结构 对吧 这个金融的杠杆 你这个公司未来的前途等等 这个 我用了半天时间 我确实也听懂了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人生活的社会 其实朋友最重要 就是你 你从朋友身上可以 学到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或者是 我觉得你接触什么朋友 我自己是什么人 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 这是哪一年呢 那么花旁 大概是 零 零四零五 就这么一行 完了这个时候呢 我说 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要把这个股价买回来 人家那些 做金融的人 觉得 哎呀 中间 甚至价钱都不用贪 这是太合适的机会了 说这就是一次机会 就像金融危机一样 全都特便宜 房子原来一万 突然卖五千 就这感觉 就说你 无论如何 你要把这买回来 借钱都买 这是 这是给我的启发 当然我还是说在 我还是一个商人了 我还是跟人讨了一下价 这个说实话 也不是那么厚道 我就说 让一千万 他开了一个 假设八千 我就说七千就行了 咱俩说好了 那哥们可能估计 也确认 就这么定 你也没跟他 把金融杠杆讲一遍吧 你说 我估计他也懂 他也在准备 拿这笔钱 杠别的杠 我就是 对了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了 那他肯定也是有 他的投资目标 是吧 这个我觉得 这个企业缺钱 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回购了 自己的股权 当然回购这个股权呢 是 这时候又是一个朋友 在帮我做 那现在都是 其实都是圈里的朋友了 王超勇 王超勇呢 这个时候呢 就站出来 他和朱云来 和刘二飞不一样 刘二飞 朱云来是 给我是我的启蒙老师 教育我 是不收费的 那个 朝勇这时候来呢 就要收我费的 说干这事呢 我抽 假设3% 是吧 我帮你 把你的结构 做一下 融比钱 融利比钱呢 就可以把那笔钱还掉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肯定是增值了 就你的股权增值了 我第一个依赖的金融的 真正帮我做服务的 就是王超勇 王超勇呢 这个帮我做了服务 当然他也赚到钱了 完了也 在这个时机 也投进了华谊 就是也当了一个 当时是很小的股东了 大概2% 我印象着 完了把这个Tom 引进来了 Tom呢 1000万美元 买了公司多少呢 我就不知道 我现在忘了 大概也就20%几 但是借了我500万美元 就是说 实际上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拿了1000万美元 用500万美元 买华谊的股票 就是买华谊的股权 完了呢 借给王正军个人500万美元 实际这个钱 我就是为了换债用 就是要拿这500万美元 加我的钱凑不凑吧 要把另外的朋友买出去 实际上 借了一部分钱 拿自己的钱 等于通过这一次交易呢 其实我瞎折腾 我一分钱没赚着 但是呢 我在公司持股比例上升了 就这就是华谊的这个资本之路 那个第一次是05年 Close应该是05年做成的 我觉得他们俩这么愿意 当我老师 我觉得还是看得上我 就是觉得中学的人啊 是可教之人 就认为我在电影行业 一定能做起来 我觉得他们还是给了我 很大的鼓励 就是通过朋友聊天啊 我对电影的理解啊 对公司的掌控啊 其实起码这个人 是可以做大企业的 我觉得是这种感受 所以就鼓励我说 应该继续走资本的这个路 完了当然 曹勇在这个时候 就成了我的真正的财务顾问 完了呢 就是做成了第一轮 我第二轮就是马云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一般来说 做电影的这个公司啊 文化人 你相当于在文化人堆里 然后是在这个娱乐圈子里 对不对 一般来说 你是接触不到 像朱云来和刘儿飞 这样的朋友的 或者说是 这些人是不大愿意 跟财经界的人去接触的 嗯 那你怎么会有 交上这样的朋友呢 这个过程我都忘了 我这个不太了解 是我怎么认识他们的 反正肯定是 什么活动上 见着了 完了就跃跃吃吃 大家在一块经常聚一聚的 我觉得我是 可能在这个企业圈里头 算满娱乐的一个人 就是说 就是大家聊天 但是我到今天印象 我应该人愿不错 就是肯定人觉得 跟中军在一块 蛮愉快的 但是我怎么接触的 我给忘了 这个为什么认识 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后来 这么多朋友 这个 不知道 我是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的发起历史 按理想 这个发起历史 一共就20个 我作为自己的 那个时候的企业规模 也没这么大 我觉得他们可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发起历史 我参加这种 社会公益类的组织 从来不过脑子的 就是我这些年参加 你说中国是很大的 阿拉善 对吧 阿拉善慈善基金 我也是发起人 对吧 就是说 我这么多大老板们在一起 捐一百万 我也没过脑子 捐一百万就捐一百万 我觉得是做公益 制杀 对吧 而且那天特别巧合 成立阿拉善 那天是我生日 所以这个我印象 非常深刻 那你说我现在是 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的发起历史 是中国企业家论坛的 去年我还是轮职主席 但这些都不是刻意的 就是说 我觉得都是特别自然的 就和这些朋友 融在一起了 也没有刻意的说 就这里头 当然我觉得受益 是非常多的 就是你这里头 肯定受益 我觉得受益都不是 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 就是你学习的一种 手段 办法 我觉得还有心胸的问题了 就是人的心胸 是可以变的 就是你看到人家的企业 做企业 是这个样子 你可能也逐渐的 把自己放在 但我个性变不了 就是我到 我这企业做多大 我也是这么一个 不上班的老板 这个说句实在的 我确实不上班 有的时候 我们那个董事会秘书 或者我们CFO 对财经媒体 可能说老板 你不能这么说 这个上市公司老板 哪是总不上班的 对我们股价有影响的 我说那我这也不能装 他确实不上班 对吧 我这么多年 这个我就这么一个性格 对吧 你像假设我的这个秘书 可能好久都不见着我一回 所谓我秘书 就是电话里为我服务 咱们再回到汪朝勇这来 当时汪朝勇是主动找你的 还是你找他的 细节我也忘了 我觉得应该是他找我 应该是他找我 说中军 那个你这事啊 应该怎么想 我帮你这个弄一弄啊 我说没问题啊 完了当然人家是非常专业了 人家是一个真正的投资顾问公司啊 人家又有合同啊 跨跨一拉我一谈 听清楚了 就是要签个合同 这个 那个时候呢 我们公司还没有CFO呢 就还没有财务的 这个真正的就是负责金融投资 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个也是怀疑一个 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说 汤姆进入华裔 拿了一千万美元 其实那个时候 一想05年拿一千万美元 投一个文化公司 很多 还是蛮胆大的一个公司 对吧 我们谈判也不算非常复杂 这个 当时这个汤姆还 还是我找的 还不是朝勇找的 这个所以呢 是朝勇只帮做了服务 但是那我跟汤姆 照哪啊 百分之三 对 汤姆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细节 朝勇帮助做了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应该这个合理啊 不合理啊 站在哪个方面 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客户争取利益啊 其实我是跟王欣 就是当时汤姆那个CEO 这个咱们圈里 王欣先 对 这个 这个王欣呢 我们俩那个谈这事呢 几乎就像上帝安排的一样 我正在准备融笔钱的时候 我在那个印象是 长安街那个就是东方军乐 大唐 王欣讲 诶 中军打个招呼 什么 又打个招呼 坐那了 说你这个最近干什么呢 我说我最近呢 准备融笔钱 这个 上来就说了这事 对 他是问我干什么的嘛 那我就肯定把我干什么活呢 我也没说让他给我投笔钱啊 我就说我要准备融笔钱 这么把公司结构 都说这我很有兴趣啊 都说这个 我其实一直想约你聊一聊 我觉得话还挺好的 我觉得就这么一句话 我们就进入了十几段 就是十几段完了呢 就朝永就坐出来做基础服务 完了 就做完了 这个价钱呢 说的这个价格都是胡开的 到那时候都没有辟意 我认为啊 三千万美金 公司做价 这个价是哪来的呢 我觉得就是王正军 拍脑门说的 说我觉得我公司值三千万美元 我当时算账融那个钱 一比例的把那个钱还了嘛 对吧 大概就三千万美金 当然后来呢 你这个时候没有找刘若飞和那个 终于来都给算算去 我觉得也不用问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事太专业了 不行 我觉得太专业 我要认为要是法律师帮助你谈生意 基本80%谈没了 我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们律师给我谈谈谈乱 我就别谈了 律师想的全是坏事 我真的讲 到今天我说律师 我先把这个公司的诉求 大目标说好了 首先我在表述这件事是必须做成的 至于你律师里头为我服务 帮助我维护利益 对吧 但是你不能因为维护我的利益 这事没做成 我这不瞎扯吗 对吧 所以我的想法呢 就是到今天也是 我认为律师做事 如果按财务和律师 就是真是较真地干 没一个事能干成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比较简单 我就是这个价格 卖30% 我印象是大概买 容易千万美元 30%这个板是你自个儿拍的 也没咨询过别人 也没咨询 也没有咨询 那时候我觉得30%挺好 我自己绝对控股 也没有想那么多了 至于怎么做出来的 最后什么PE 什么六点几倍啊 我记得当时 这都是潮永 他们做完这个模式以后 告诉我说 做到这个价格呢 是这个倍数 也合理 好像是九倍 六点九倍 还是九点几倍 反正是潮永帮我做出来的 说这个也合理 属于市场上的合理价格 所以既然合理 他就做得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做成了 做成以后才开始 我的股东要求 我得有一个CFO 就是说你这公司 人家拿钱来了吗 总而言说 你不能全听中均了 你这个 咱们得标准点 我们应该有个财务的老总 为两方股东服务 我呢也非常简单 我说你推荐 我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我也相信 我说你推荐一个 没问题 来公司都没问题 后来他呢 实际说我们也推荐不出来 咱们找猎头公司招一个 这我才知道 大人物都是猎头公司找来的 完了呢 就猎头公司 之前没有用过猎头公司 没有用过 这是第一次 猎头公司呢 就给我介绍了五个 这个我就看这个CFO 或者当时叫财务总监吧 这CFO官太大了 公司这么大吗 我们那公司规模也不大 三千万美金的公司 要什么CFO是吧 这个放了半天 才五年 又做这个的 做这个的 做这个的 那我就说面试呗 就面试 那我面试第一个人 就定了 我后边四嘴没面试 你也不挑一挑 也没挑 我觉得一挑乱了 这我的心 一挑就乱 我就一看挺好 这个提什么要求都很低 薪水要的也不高 这个说刚生完小孩 女同志 刚生完小孩就回来了 想来工作 说华一对他脑子里 就这公司很美好 没做过娱乐界 原来是这个摩托罗拉 佳能 都这种国际公司 做这种做财务的 起码有英文很好 做过国际公司 我亲爱的 它比较标准化吧 薪水要的有印象不高 我忘了 反正不是这什么原因 我就说就这个了 我就跟那个公司说 下边都不面试了 就这样 到今天还是我们的CF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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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